欢迎来到我们的2024美国总统大选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乌龙虎 今天的新闻焦点是 哈里斯与特朗普在首场辩论中展开了激烈的交锋 双方在堕胎、经济和外交政策等关键议题上 各自表达了强烈的立场 哈里斯强调了保护女性生育权的重要性 而特朗普则试图与全国堕胎禁令的指控划清界限 这场辩论无疑为即将到来的选举奠定了基调 在辩论结束后 特朗普自信地表示 这是他最好的表现 并声称哈里斯要求冲赛 是因为他感觉自己输了 然而 对于福克斯新闻提议的第二场辩论 特朗普却显得犹豫不决 另一方面 哈里斯在辩论后 获得了流行歌手泰勒·斯维夫特的支持 并强调了他的未来愿景 批评特朗普与前任政府的失败有关 特别是在经济和移民改革方面 此外 共和党内部也出现了对特朗普辩论表现的批评 参议员宁赛·格雷厄姆指出 这是一次错失的机会 呼吁特朗普在未来的辩论中更有力地捍卫自己的成就 共和党人还指责媒体在辩论中对特朗普的偏见 认为这影响了辩论的公正性 整体来看 这场辩论不仅凸显了两位候选人之间的明显分歧 也为即将到来的选举增添了更多的紧张氛围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德意志之声报道 2024年总统竞选的首场辩论中 民主党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 与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展开了激烈的交锋 围绕堕胎、经济和外国战争等关键问题展开争论 特朗普在辩论后表示 这是他有史以来最好的辩论 并指责哈里斯的表现软弱无力 哈里斯则在总结发言中重申了他的口号 我们不会回头 并强调他的政策将专注于未来 值得注意的是 流行歌手泰勒·斯维夫特在辩论后公开支持哈里斯 称他将为哈里斯和蒂姆·沃尔兹投票 雅虎美国的报道指出 特朗普的盟友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 对特朗普的辩论表现表示失望 称这是一个错失的机会 他批评特朗普未能有效回应哈里斯对其执政时期的指责 认为特朗普应当更好地展示他执政时的成就 如低油价和安全的边境 格雷厄姆的评论反映了许多共和党人的担忧 他们希望特朗普在下一场辩论中能够更好地捍卫自己的政策和成就 同时特朗普的支持者们对辩论中的媒体表现表示不满 认为辩论是三对一的不公正对抗 指责主持人对特朗普进行不公平的事实检查 而对哈里斯的言论则未给予同样的关注 这种对媒体偏见的指控在共和党内部引发了广泛共鸣 许多支持者在辩论后对主持人的表现表示抗议 认为他们未能有效引导讨论未来政策的方向 《悉尼城报》报道 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在与前总统特朗普的首次总统辩论中表现出色 成功地将特朗普置于被动地位 哈里斯以其敏锐而有深度地回答 向选民展示了自己作为新一代候选人的形象 并多次直指特朗普的过往失误 称其为被定罪的罪犯和全球耻辱 特朗普的表现则显得混乱且缺乏连贯性 特别是在他提到有关海地移民的荒谬言论时 甚至引发了哈里斯的嘲笑 这场辩论不仅是哈里斯展示自己能力的机会 也让选民见识到了特朗普的缺陷 Axios指出 哈里斯的竞选团队在辩论结束后 迅速呼吁进行第二场辩论 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对此表示犹豫 称哈里斯想要第二场辩论是因为他输了 然而 哈里斯的团队认为 他在辩论中掌控了每一个重要议题 并指出 特朗普在面对哈里斯提及的堕胎权议题时 显得愤怒和不安 哈里斯的表现被认为 能够有效地吸引那些在摇摆州的中间选民 而特朗普则在辩论中未能有效回应 Yahoo US分析了辩论的几个关键点 强调哈里斯巧妙地引导特朗普进入他不擅长的领域 使他在多个场合露出破绽 特别是在堕胎权问题上 哈里斯指责特朗普任命的最高法院法官 推翻了罗素维德案的保护 强调了女性在生育权方面的自由 尽管特朗普在经济和移民问题上试图反击哈里斯 但他的表述往显得无力 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表现得极为荒诞 整体而言 哈里斯的冷静与专注形成了与特朗普混乱表现的鲜明对比 显示出他在辩论中的胜利 Yahoo US 报道 哈里斯与特朗普的首次辩论 充满了尖锐的评论和令人难忘的时刻 哈里斯在辩论中直接回应特朗普的攻击 强调 你不是在与乔白登竞选 而是在与我竞选 他还提到 特朗普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演讲的批评 指责他在缺席时参加了一个姐妹会的聚会 特朗普则不遗余力地重复一些虚假言论 比如声称海地移民在吃宠物 尽管当地官员对此进行了否认 哈里斯对此回应 谈谈极端吧 加州州长纽森在接受采访时 称赞哈里斯在辩论中的表现 认为他表现得非常出色 甚至超出了大家的预期 他提到 特朗普在辩论中无法抵抗哈里斯设下的触发词 这使得哈里斯能够有效地反击特朗普的论点 纽森的评论反映了许多人对哈里斯辩论表现的认可 认为他成功地捍卫了自己的立场 在辩论中 哈里斯和特朗普都提出了一些有争议的说法 哈里斯声称美国没有一名军人处于战斗状态 这与当前美国军队的实际部署不符 特朗普则继续重复关于2020年选举舞弊的无根据主张 尽管多方调查均未发现证据 两人在辩论中的言辞激烈 反映了当前美国政治的高度分裂和紧张局势 Axios报道 保守派对ABC新闻在辩论中实时进行事实核查 表示强烈不满 指责其偏向前总统特朗普的对手副总统哈里斯 与CNN在6月的辩论中未对候选人进行事实核不同 ABC的这一做法引发了保守派的广泛批评 许多人认为这使得辩论失去了公正性 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 这些主持人简直是在为民主党工作 这是历史上最糟糕的辩论 前福克斯新闻主持人梅根·凯利也表示 这是一次偏见严重的辩论 特朗普的竞选团队迅速抓住这一叙事 声称ABC的表现影响了特朗普的辩论表现 并在社交媒体上反复指责ABC 相对而言 部分自由派评论员则赞扬ABC的事实核查 认为特朗普在辩论中撒谎更加肆无忌惮 并称赞ABC的主持人表现超出预期 在特朗普时代实施事实核查成为了政治争议的焦点 保守派认为新闻和科技公司利用事实核查 作为对付特朗普的武器 尽管保守派的批评声浪高涨 但分析人士认为这并不会影响摇摆选民的看法 反而有助于民主党在辩论后将特朗普塑造成防守方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停在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dit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